这是我的品牌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规划 目前精力会放在原创板块上 每个季度会出一个新的系列主题 以高品质 良心定价作为战略定位 这是诚意部分 但是以后我想把我的精力放在高级定制上面 去掉浮华 回归初心 用宁静 内敛 质感来缔造高级感 只有高级定制才能够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真实水平 也能够让你件衣服拥有更长久的价值 如果说线上的批量生产是为了生存 那么线下的私人定制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这就引发了我接下来的一种构想 发展概念生活管 从消费需求到生产营销的整个体系 做生态型转型 除了一些私人定制 我们还可以去发展更多 可以服务到大众的一些项目当中来 既能让大众了解服装行业和匠人工艺的 发展历史 又能让顾客融入到其中 品牌和顾客产生更多的互动 这样可以将我们的顾客 变身为我们的用户 我提起个问题啊 宋总 你请讲 第一 利用品牌做增值服务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线下运营推广成本 我从你的PPT当中只看到了理想 没有看到你对现实的任何考虑 第二 做转型销售渠道不是唯一 更重要的是技术 说到技术 我希望能把原创品牌做好之后 再去考虑其他和更多的领域 我觉得成衣和高级定制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不如我插一句啊 以您目前这个团队情况来看 想要兼顾恐怕有点难度啊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目前招新工作业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很快会给团队补给 第三点 重点不是招人而是用人 你的那三名主管 我觉得他们明明不行 我现在身边的这几位员工 我是按着他们每个人的优势 去给他们安排岗位的 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 而且非常地有默契 我相信他们身上还有很多 没有被挖掘的潜力 正在等待着被挖掘 能力是靠培养的 资历是靠成长的 我相信他们会走得更加长远 其实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 在我最难熬的时候 我的这群伙伴都没有放弃我 我觉得这才是创业团队应该拥有的 坚守自我 相互信任 他们对我 不光是上下级的关系 我觉得更像是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搭档 我们要用最专业的人去做最专业的事 做生意不是太人情的时候 尤其我们公司现在 没有时间陪着你的团队成长